我们再来看一段有意思的画面 一日下午一只野生大熊猫被困在四川省汶川县 耿达镇 郑河电站 当地森林公安民警和救援人员耗时三个多小时 成功地将这只大熊猫救出并放归大自然 下午四点左右 电站工作人员在监控视频中 发现了这只落水的大熊猫随即报警 当地森林公安民警和救援人员随后赶到现场 发现这只大熊猫被困在大坝下的阻拦网上 前爪抓住拦网 下肢不时滑脱 而下面就是湍急的河水 大熊猫被困的位置距离霸顶约四米左右 人无法靠近使救 随着天色尖暗 大熊猫的情绪出现不稳 救援人员决定使用麻醉枪 成功麻醉后 救援人员下去用救援绳 把大熊猫绑牢并包裹起来 防止滑落 晚上七点左右 这只大熊猫终于被成功拉上岸 经过检查 这只大熊猫为雌性 年龄在四岁左右 身体并无大碍 晚上九点 大熊猫苏醒被就地放归 工作人员推断 这只大熊猫是在尝试过河时 由于河水湍急 不慎落入水中而受困的